今天今天在台南市中西区的英国国社的航行 有个新有个水的新校舍里面 又保存了超过300年立宿的宜账 这一片一片层踏起来这一层头 就是清掉台湾静管中心台湾并蔽特殊的成功宜购 经过到设计去接下来现代化的航舍和宜质 并成了全台第一间航舍现在保存到立宿宜购的航行 他们把其他留情其实都在讲地理环境等等的 但其中有两个 是在讲这边有一个非常辉煌的建筑 这两个地方恰好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永福国小 我们其实透过2018年一个契机 我们重新看见了他 然后也在永福贤建筑师的协助之下 跟很多人的协助学校 然后中央文字局等等的 能够印证台湾曾经200多年的行政中书的永福国小 台湾倒数可以被保留下来 未来的英国国小可以成为了文化枸材财的经典 也在我们永福国小 这是全台湾唯一的倒数洋门的一个 这个5G现场 至少成为我们台湾市各学校校外教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学点之一 大型的挖鼓工具我们就会使用原钞 就是有尖的还有拼的 然后小型的清洁工具我们会使用小平材 然后另外我们在记录投赛状况的时候 我们会使用标杆尺还有相机 但淘寶告诉我们用对工具才能事半功倍哦 非常不容易 接着电视中心一直在找生活当中的苛果作为一个主族 当做到一个学校校文章不准到电视的三个 它在中心 让学生举到好方里面的经济比较立宿现场 也就变成到好方生活的去想 南天新闻 南天新闻到南天新闻到